MENJIA 650 這台車要做硬測試 所以今天呢 我們出來趕拍片了 但是這台車老實講 很多人就是我們說要做測試的時候 有些人就覺得說 哇好期待很想要 有些人就覺得不要做那個很無聊 因為雙缸四缸 在這個集聚大家都覺得說 你直接買四缸就好 不要做這個雙缸車 乍聽之下有點道理 多兩缸比較划算 而且聲音要好聽 可是說真的這台車我騎起來 我覺得蠻好期 今天在山路上我就感覺非常的好 所以詳細的我在硬測試再跟大家聊 那今天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件事情 首先 其實這台車我們之前就應該要做完了 這已經是我們第三次借這台車了 因為前兩次要拍動態的時候就下雨 好今天好不容易呢 又借到了 更厲害的就是還沒有下雨 直接在海上形成颱風 昨天晚上在排行程的時候 說早上可能八九點要到這裡 結果一看這個什麼 什麼低氣壓還是高氣壓 颱風是低氣壓的一種 地表氣溫高時空氣膨脹 力度變小 空氣壓力也因而降低 隨便 反正颱風要形成了 然後我們就只要改起點 因為聽說到中午 降雨區率會非常非常的高 果不其然你剛過來就已經下雨了 還有山路上拍完了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早上因為在山路上 我們一大早就去了 所以我非常的注意這個時間 我覺得我們在拍片的時候 有時候就是 你在拍的時候很認真 但是拍完我們精益求精 希望他拍得更好 一定要準焦 一定要拍得剛剛好 所以中間會比較多的休息跟討論 但今天行程非常趕 我想說趕快拍完趕快下山 結果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呢 阿伯有個出事啊 孫悟君 來過來一下 好 看我們公司喔 Vlog呢 大家坐下來 好好聊天就是有出事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早上你發生什麼事 我今天早上在拍 跟車的動態的時候 我有點拋到 好來 這個人廢話太多 直接進畫面 好 我相信很多人看畫面呢 還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來來來 你跟大家自己講一下 我嚇我去 我出 我們在拍跟車動態的時候 出那個彎的時候 有點靠太外面 就是有點快吃到對象 然後剛好對面那台賓是 也吃得蠻對象的 各位 欸 各位 標準三寶的行為 完全忘記自己做了什麼事情 而且還要擲對方 拋的太外面 那你應該往右邊走啊 你是吃得太裡面了 才會走到對象去 大哥 是是是 你是左駕欸 不是 我們台灣是左駕 對 不是右駕 所以你沒有什麼 拋的太外面吃到對象 你在講什麼 那是一個左彎的大哥 好 你是沒有拋出來 然後那個賓是其實我在後面看啊 我覺得他的路線 有稍微過來一點 但沒有你花張 真的嗎 你那個畫面 大家自己看 你是在畫面的中間 你在那個沒有畫虛黃線 雙黃線的人在中間 那個其實你又帶請教 其實你人已經在對方那邊了 而且我跟你說真的啦 我不要講什麼四輪二輪 我們不要來分高低 不要占輪數 但是其實以同樣一條三路來說 汽車會比較難開 因為對他來講那個路寬會比較不夠寬嘛 對不對 一樣要過彎 他需要更寬的路 但是今天這個狀況我覺得 你是可以完完全全避免的 因為我們知道 山路上很多汽車 他會吃的出來一點 沒有錯 可是那台車如果今天有花線 我覺得他不會過線 而且是可以預警的 但是你吃到最後 老實講 我身上那時候沒有裝汽車記錄器 我那時候心裡想說完了 所以我覺得要走了 怎麼這樣 不是 因為 好 我覺得今天啊 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山路上我們常在講 要外、內、外 或者是 外、內、中 甚至外、中、中 但是重點在於前面那個外 那很多人會誤解喔 我們過彎走路線是要把速度加快 所以我要走這個外、內、外 就像我們去賽車場一樣 把夾彎 外、內、外 但是我可以晚一點進去 早一點進去延遲煞車 各種方式 變化型通通都有 但在山路上外、內、外 有幾個好處 第一 你的車子傾角不用吃到那麼深 當你走路線的時候 會比你直接衝去觀眾 硬要壓車 要來的安全 第二 就是應付你這種人的 我們今天比如說剛剛那個 你那個是左彎嘛 對 我跟你說 你在看到車之前我已經看到車了 可是我在你後面 為什麼我會先看到車 爭取 你替自己取得的視線比較好 這就是像 這是一個成熟男人機 我們目光放得比較遠 我們看得比較遠 但你講的是重點沒錯 因為我比較偏外面 如果我今天貼著裡面走的時候 其實我的視線會不自覺的往裡面去對 我會去看裡面 可是當我出來的時候 其實一樣要進走 我可以早一點點看到 可以看得更遠一點 而且我視線不需要緊盯著裡面 很多人都誤以為說外、內、外 它就是徵求速度 沒有 它也可以增加你的安全性 因為像有一些彎 比如說深的時候 你走外側一點 你是比較容易看到裡面的 這是一個重點 所以 其實你還算好 以前陳一達更嚴重 以前陳一達 他只要上了路 我給他載 或跟他後面 我都覺得很不放心 但我一直不知道為什麼 直到有一天 我們在市區 我還記得是九如路 我看明明前面 就已經要變燈了 他還在衝 然後衝到快紅燈的時候 他才簡直停下來 我說你在幹嘛 照紅燈 我說當然照紅燈 可是問題是 五秒前我就已經看到他變燈了 為什麼你不提早殺 我說我不知道 就是目光短淺的後果 沒有在山路上騎車就是這樣 你要看遠一點 然後基本的外內外要做 這些都做到其實可以避免很多的危險 因為我們自己都在 老實講各位 我現在真的不敢跑山路 工作逼不得已 沒辦法 帶著前程新來跑 假日我真的不敢跑山路 我覺得太危險了 遇到你這種普龍空那怎麼辦 到時候下來會說 是他貼過來的 沒有這真的很危險 不能開玩笑 當下我非常非常不爽 因為我覺得 他絕對可以避免 而且其實 因為影片中 只有往後拍 你有中間有空白 大概一兩秒你不知道在幹嘛 你早就可以閃了 你為什麼不閃 沒有 沒有 可是你不可能那麼晚才看到他 但是你到最後才扭那一下 那個那個影片大家自己回放 在扭那一下之前 他的車上 車身動態沒有改 可是你看後面的我 早就回油 早就往外了 結果你是沒有動 你是要幹嘛 可能有點 我在想有可能 是因為 我現在是誘望 所以我要靠外面去進那個誘望 你明神要維持你的路線 你被車撞都要維持你的路線 你腦子有動啊 我是受不了 各位我真的受不了 大家說我們欺負他 但這種安全的事情不能開玩笑 不要以為自己練了車就很厲害 我跟你講 練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之後我覺得我會做一系列的單元 等一下跟他講為什麼 其實你買到新車 訓車、練車這些都要做 你要熟悉自己的車 你要去讓自己安全 但是不是你在賽場練完之後 你腦子裡面裝的東西那些東西 車已經在你前面 你還在想說我要拉過 我要包進去 你腦子有動是不是 不是 那個在後面看 我開玩笑 剛剛就講開玩笑 你那個瞬間真的覺得這個人要死 一點都不有趣 車已經辭職操立 你居然沒有做任何反應 我覺得其他不要講 你看我影片我都已經 早就回遊 那個地方我就覺得你前台內 我本來就自己往外拉了 我看到車來我也回遊了 我也減速了 你可以看你沒有減速 你在幹嘛 總之這個事情 讓我非常的不爽 但是也讓我想到就是 我們之前有說過要做一些教學的部分 我不敢說我們自己這個部分很強 但是我們很簡單 我把我們自己山路上一些經驗 一些想法分享給大家 讓大家今天用安全方式來騎車 然後另外就是我發現最近其實 這一兩年大家都說車子的景氣不好 但其實騎車很變多 抱歉我昨天遇到那個 之前幫我賣 青檔大會是賣貼紙的公讀生 Kevin 我看到他 我傻眼 然後他看到我 他也有點懷疑 就是他不應該出現在賽車場 你怎麼會在這邊這樣 對我也覺得他怎麼會在這邊 然後他想說他來打工很久以前 然後我們大概也不記得他這樣 但其實記得 因為他的貼紙蠻很好 嗯 但 好 重點是他最近也開始騎檔車了 那我就想說其實 身邊有朋友在騎車的時候都會去問 那乾脆我們做一個系統 因為有時候大家會誤解 或是說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騎車 一定都要經過一段練習期 不管你是賽道 是山路 是一般道路 那我們提供大家一個資訊 做一個參考方向 如果可以的話 至少大家會比較安全一點 我也 多多學習 然後還有啊 其實你剛剛那個事情 就是 提醒我一件事 你去拿我們新的那個 相機來 360來 好 就是啊 我們之前在山路上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會做那個 動態跟拍 你可以去看我們之前那個拍片的一天 有一點的過年特別企劃 我們就是貼很近在跑 因為我希望多一些那種 前車看到整車的畫面 因為如果今天是 比如說GoPro就在頭上 讓大家看到我第一視角 其實也OK 但我覺得畢竟這道車嘛 就是還是讓大家看我 車子完整的畫面 只是說 真的那個有風險 其實你知道嗎 你那時候如果 我傻傻的跟著你 因為我騎來後面 我每次壓力三大 因為前面的傢伙有時候 像他今天狀況好的時候 他會走外內外路線 我們騎大車跟在那個 小車跟在Racing後面 跟得到 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忽然 腦充血你走那個很短路線的話 其實就會跟不到 我硬要跟就會有風險 另外就是像車子衝出來 那個冰是要真撞到你 我看我也閃不掉 可能會從旁邊繞過去 所以 一直在苦思這個解決方法 結果沒有想到 前陣子呢 因為我們跟那個360 有說不然來合作一下 因為我想試試他們這個 新的相機 高爾先生這個叫做 1打360萬R 萬R 對 相當的厲害 我們剛剛有試了一下 慢慢的就把它放在影片中 因為我發現它有一兩個拍攝方式 我就不需要前車跟車了 拍起來會不太一樣啦 但是可以達到一些 我自己想要的效果 這個我們再來好好研究看看 到時候除了 因為我們先簡單試拍啊 因為這兩個傢伙 對 這兩個傢伙也是滿天才的 他們在公司內部研究了半天 想了各種拍攝方式 但都沒有給我試裝 先到山上說 我們試試看這個 不要浪費時間 那颱風都要來了 這也是前幾天 才拿到產品 好 算了 反正我們就試試看 到時候 有一些新的畫面我們就加在裡面 然後呢可能也會 如果真的好用 我們就來拍一個開箱文跟大家分享 如果不好用 一樣拍一個開箱文幹掉啊 好 到時候試試看 好 總之接下來 8月繼續 電車 排便 大箱 我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不小心都把電車擺在第一位 最近電車有點練太多 那好玩吧 好啦 反正這些都還持續做 然後順便要回答一個問題 上次啊 那個近戰六代那一隻 我們去賽場看家 就是你那個 平民版真子丹那一隻 我覺得那個說法其實不正確 應該叫低配版 低配版真子丹 就是以後你的封號 好啦 重點是在裡面我有一句話 講得不是很清楚大家都誤會 以前我們有個同事叫陳毅達 他說以前 他李一直 是但我說的是 以前他有在比賽的時候 肥仔 他以前是肥仔賽車手 現在是肥仔 又沒有賽車手了 為什麼他沒有 因為他現在白天 甚至有時候黃昏市場 他要跟媽媽去菜市場工作 他們就是那種 其實之前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各個菜市場這樣跑 所以他在我們這邊 就負責對外聯絡 其實就是業務窗口啦 所以各位有在業配的找陳毅達 就是他是幫我們聯絡的事項 那他這樣子有兩個好處 第一個他就不用再來我們這邊了 就是他只要電話聯繫就好了 那我們一樣反正時間到 工作上他等於是雙薪啦 那OK他白天的話 除非我們也特別需求他來支援一下 不然平常他可以幫他媽媽賣 這樣比較好啊 對不對 那第二個就是他可以放心的變胖 因為不用出現在螢幕面前 讚 那今天耐久賽你要找他嗎 對 櫃子我要研究一下 你們兩個可以搭 你們兩個可以搭 因為我不想要騎太累 不是四個小時很累呢 就算一個人分配也要兩個小時 雖然我是那個UCR大專盃社會組 耐久賽冠軍 4小時耐久賽 我們的隊名你記得嗎 記得嗎 我們的隊名叫做 4K4H1S 對嗎 4K4H1S 就是報名費4千塊 4小時 一台Racing S 一台Racing S 名字取得好就可以獲勝 所以今年你可以自己在想看 好啦廢話太多 準備收工回家 狗都在叫了 要看任何影片 要看安家什麼東西 記得留言告訴我 蘋了 您 說